这警察真好啊 又给咱们送了一个姐妹的 小子 有本事 打老子这儿来坐坐 他上你那儿坐 凭什么呀 他妈的你又不是妞 再说了 我看你这面下 又爱滋吧 就算没有性病 又有个皮肤病借疮什么的 要不你来 你来我这儿 就这么你又笑了 你笑 我等于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基本上马国元你算什么英雄 关眼袍 你眼睛瞎呀 你看他笑的那副剑样 能他妈怪我吗 拿我来 你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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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把我当空气是吗 来呀 酿 信不信老子明天让你一辈子都尿不出来 伯爷 你干什么 滚 滚 今儿正经官来了 又该让咱们出去保险下了 你说得对 对啊 我们就得维护班长的维信 你说是吧 来呀 尿啊 哥们儿接着 我 郭大军 你们能不能别再让伯爷打他了 滚云鹏 您哪只狗眼看到兄弟们动手了 再他们胡说八道 小心老子收拾你 来 志愿哥 老贵 快过来帮忙来 你怎么了 跑了 你怎么晕过去了 不知道 志愿哥 再把抬到我床上去吧 不行 抬出去会被摄像头拍到的 一会儿我们都无法交代 在这儿把他救醒 让他自己走出去 对 对 咱们把摄像头挡起来吧 来 爸 我还不行 醒了 怎么样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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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这都不咋 这都不咋 这都不咋的 快起 滚 你走不了 谁都别管我 狗咬女毒兵 胡大军 胡大军 你很快会看到一个长民 你会看见你妈少了一条腿 对 黄四海 你赶紧打电话 发微信通知外边 找人卸我妈一条腿 我会的 你要让我看到我妈被人卸一条腿的场面 你还得把老子弄出去 黄四海 你办事大了 你牛逼大了 坐牢还能给外边发号失灵啊 还能让老子看到外面的场面 熊 你要真有这本事 老子这个位置让给你 我直接当你小弟 把他妈跪下来 添你脚趾头 好啊 每个人都听见了啊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兄弟们 你们都听见了啊 他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对 另外有一个事情 我觉得有必要给你汇报一下 就是监狱长陈勇啊 今天跟我一起去医院 他呢特意跟我表达了一个意思 就说他们监狱现在已经接到通知 可以蝉联省模范监狱的称号 而且省里马上就开表彰大会了 但是你说现在就突发了这么个情况 你说如果我们要正式立案的话 恐怕他们这蝉联多年的荣誉称号就没了 包括那干警的奖金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他的意思是 在不违反大阿的原则的前提下 能不能先由他们自行调查 等这个省里的表彰大会开完以后 再由我们正式立案调查 这也是个问题啊 少鹏啊 你现在是副检察长了 也该关心关心院里的事了 那你是什么意见 那检察长现在不在 老领导您在这坐着呢 哪轮到我操心呢 滑头 你别再长了往后进了娱乐圈啊 左右逢源前不得罪 那可不行 是是是 您 您批评的对 小罗 嗯 你是什么意见 就是你们领导定的事 但是我一具体执行呢 我就不说什么了吧 你也别滑头啊 你现在是检察室主任 你就得有自己的主见 那领导非要让我说 那 那我就说说我的意见 我的答案其实特别简单 一切依照法律法规来办 该立案就立案 只是针对这个案子我 我有一个疑问 我觉得应该现在提 你说 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 就那么一根井棍 就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给当事人造成了 那么严重的骨折 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况且省院的法医 也跟我有着相同的疑问 要不吴姐我们看一下 当时候的监控录像 好 看一下 来 来 谢谢 这怎么回事啊 稍等 这个硬盘应该是当初的那种 机械式硬盘 就是容量不大 但是特别容易坏 我觉得这种事应该 还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这可是大问题啊 你们跟监狱长反映一下 监控录像是重要的监督取证工具 这方面可不能有问题 是 可是 毕竟监狱需要花钱的地方挺多的 而且换银盘这种事 也不是一块两块 而且整个的这个监控系统 全要同步地更新 我觉得短期内应该很难到位吧 看不了录像 那怎么办呢 那个王鹏不是电脑方面的专家吗 要不我把硬盘拿给他 看看能不能修复 算了 先滚了吧 大致的情况呢 你们也都了解了 我们要针对这种情况 要提前得有个计划 嗯 其实两边的情况 我都去做了一下了解 郑瑞 沈广军 刘铁 还有米震东 可是 沈广军说要单独向郑瑞反映情况 所以刘铁就站在 离现场比较远的地方 他那个角度是看不见 沈广军跟郑瑞的 报告 我要单独向郑警官发现情况 郑广军 到 跟我来 米震东 靠前 可现在问题点击出在 郑瑞和沈广军两个人说的情况 是完全不一样的 郑瑞说他就用警棍就打了两下 可是沈广军坚持说 郑瑞除了用警棍以外 还用脚把他的胳膊给踹骨折了 但是这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很难弄明白 那也不对啊 距离真有那么远吗 刘铁跟米震东就什么都没看见 听见看见了也什么反应都没有 这一点我也做不了解 这个刘铁确实是当时候立刻就返回来了 包括往医院方向去的那个民警 带着马顾约也往回犯 可问题是 就这都已经是事后的事了 郑瑞快打人啊 不过郑瑞倒是说 米震东站的那个位置应该是可以看到 所以我认为 米震东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人物 我们决定在立案以后 先对他展开调查 好了 大概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具体的工作方法呢我就不多说了 监狱检查工作 是检查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 重要组成部分 排除监狱的检察官呢 主要职责就是在监管场所 对刑法执行和监管劳动改造活动 是否合法 依法进行监督 邵峰 我看这件事情 我们自无旁贷地要展开立案调查了 这个您放心 我们马上去办手去 开展调查 严格履行自己的职务 同时呢 还有重要的一点 我要提醒你们啊 沈广军判的是死刑换期两年之刑 加上前面看守所羁押的时间 现在算起来应该有 一年半多了吧 嗯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他很快就可以检卫无期徒刑 那如果他利用胳膊骨折这件事 故意陷害监狱警察 那就造成了再次故意犯罪的红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死刑缓刑期间 故意犯罪的 查证核实经最高院核准的立即执行 也就是说 沈广军不太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所以说 沈广军的胳膊可能真的是被郑瑞给弄折的 因为他没有自己弄断陷害郑瑞的动机 这么做他冒险了 好 小罗 你的判断不错 沈风啊 小罗进步不小啊 可以挑重担 那小罗这一直挑着担 两位领导 你们不太这么批评我的 他这是嫌你夸得还不够 好了 尽快把审官局拿得查清 如果是郑瑞干的 我们要尽早向监狱提出 纠正违法通知书 来 来 老张人呢 在楼上休息呢 因为 精神状况很不好 遇到这种破事好得了吗 今天编队啊 把情况都告诉我了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挺多问题的 如果这些问题一旦浮到面上 你说以领导的性格 我觉得会出状况 小陈啊 老张这个人啊 需要完美 那我们就来维护这个完美 如果维护起来需要付出代价 拿这个代价我们就来付 他呀 真的是一个好人 也是一个好官 但是他真的太不懂得保护他自己了 更不会保护家人 但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家人 都不能出一点问题 哪怕是他 他不同意的情况下 他反对的情况下 我们也要秘密地去做这个工作 对不对 您就放心吧 这一点毫无疑问 五年前熊绍峰把我推荐给领导身边 我就下定了这个决心 领导啊 是一位绝对值得用生命去维护的好领导 您就放心吧 我愿意 现在情况也不是太明了 反正有什么事 您要及时跟我沟通 随时制定方案 那行 时间不早了 您赶紧回去休息吧 张主席 那个 像今天晚上这种谈话呀 以后 您还是小心点 对 阳台得搭 客厅也得搭 你别了 你意大利回来以后 咱俩一起去看吧 领导找我说事啊 回到再聊 谢谢啦 熊哥 我说您怎么这么好心呢 今天请我吃火锅 咱说正经的 有工作上的事 你文件插使现在是缺炎 所以案件呢 还得由你来负责 王鹏没什么经验 只能帮你打打下手 你多带带他 这没问题 你放心吧 我大不了走以前 我就多值点夜班熬夜 反正你教我这点事 我给你办妥了不就完了吗 嗯 但我的意思是啊 就是先不立案 暂缓办理立案手续吧 你这是要公然和领导作对啊 不是 你怎么理解领导意图的呀 不是说不立案 是要你去先调查 等你调查清楚了 有了结论 咱们再决定是不是立案 哎 你说你们这些当领导的 每天就说这些不明不白的话 所有的心思 都用在揣摩上级意图上 你说可怜的是我们这些跑腿的 嗯 那你以为这肉是白吃的 行 明天一上班 我就去二间区五分间区第二间社 找复兴人员调查去行吗 好 好 那人呢 在路上 情况怎么样了 又也去学校了 那女孩不再去说 东西都从宿舍搬走了 宿舍 那乔小姐不是带着一伟去公寓了吗 现在的女孩都有来头得很 她还不能有个房子 那房子是她自己的吗 目前还不清楚 公寓也去了 人不在 失踪了 是她的 如果事情要变坏的可能 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 它总会发生的 这时候讲什么莫非定律 没用了吧 是啊 放纵是要付出代价的 谁放纵谁了 谁放纵谁了 这个家里你这个父亲 你恨不得把他的儿子都绑在家里 这叫什么放纵啊 我倒是想把他绑在家里 可假不如有人帮他松绑啊 孩子正是看到了他父母意见不一致 所以才做了最坏的选择 你什么都不管 我都跑了一天了 我回到家里来 不是想听你这大领导批听的 双雪 请你相信 我在正发系统工作这么多年 一伟面临的是什么情况 我非常清楚 她的危险不在外面 而在家里 你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的身份 会让一伟成为焦点人物 这是危险之一 不管她愿意不愿意 这是事实 你呢 爱自信切 经常是 经常是不顾身份的上蹿下跳 这是危险之二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这也是事实 对吧 你什么都不管 现在也不让我管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如果我们两个人 能够一见一致 共同应对 那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可是 我们一旦个行其事 同床一梦 那么这个家被攻破 那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 是 是 真的 妈 会议开始了没有啊 你倒是挺放松啊 我当然放松了 您呀 也不必焦虑 我什么都没干 什么都没干 人家都快要以强奸罪起诉你了 你知道吗 如果这都算强奸 那俩人花 花钱月下那么一下子 就得把人逮起来 她们恋爱哪儿这么高的成本啊 爸 你 强奸罪成立不成立 应该由司法机关以事实为依据 依法认定 你在这儿有把握管什么用啊 一个强奸案的嫌疑人 单方面宣布强奸不成立 你觉得这有意义吗 即便是她说了算 那也得有证据啊 是她主动邀请我去的 我们喝了酒 我特意把持位给叫过来 帮我们开了车 从上车到下车 全球我没有强迫过人家 持位可以作证啊 甚至在车上她还暗示我 让我上楼再喝一杯行行酒 这持位都可以作证啊 咱再说进了门 那也都是双方主动的 年轻人喝了酒 难免有哪儿冲动 您二位也是打年轻过来 这应该明白吧 说好听了那就是一见钟情 我难听了说 不过也就是一夜情嘛 也够不成犯罪啊 你说你一个法王 你跟我谈什么法律 我当然有权利 用法律保护自己啊 法律又不是您定的 你别跟我抬杠 我们现在是在想办法救你 别别别别 给您添麻烦了啊 就算上了法庭 我自己能说清楚 张一伟 我要非常严肃地告诉你 就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在法庭上 根本就没有说服力 法官根本就不会采纳 您多主观啊 您又不是当庭法官 您怎么就知道 人家一定不会采纳 爸 我也严肃地跟您说一下 如果我不是张武诚书记的儿子 这件案子 压根就不存在 您不要老以为是 我给您带了多大的麻烦 您想过没有 因为您的官方 因为您的身子 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啊 过了 老张 你就跟一伟说一说 这件事情的危险究竟在哪儿 对强奸罪的认定 往细了说 往简单了说 标准就是 只要女性在任何时候说不 如果你没有停止 这就算强奸 那就是说 对 标准就是这个 张一伟 你自认为 你没有违反这个标准吗 你也是有文化 有逻辑能力的人 你也是自主创业 当老板了 也有一定的社会经验 你好好地想一想 你有没有违反 一伟啊 你爸这个可是最权威的啊 你好好想想 不管是什么原因 那女孩有没有跟你说过不啊 有没有 说没说过 你好 你容我想想 容我想想啊 老张 那个女孩跟我们一伟下车的时候啊 她还挽着一伟的胳膊呢 我们都到物业的监控看了 全是那个女孩主动 这些都没有用 除非你有她公寓里边那个 录音和录像 如果这个乔小姐 她确实没有拒绝的预言和动作 这才能说明 意味没有问题 公寓里的录像啊 她那房间里有录像吗 您觉得呢 妈 您儿子我又不是变态 我录在那儿干吗呀 我说的不是这个 就是 在那审判的时候你 那个女孩有没有明确地表示过不同意 咬没有啊 咬没有啊 她咬没有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呢 她不还没说呢吗 老 老张 你知道什么了 你以为不是什么都没说呢吗 你都知道什么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都知道什么了 说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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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没有 她早就说了 既然她犹豫 就说明她肯定有把柄掌握在人家手上了 这种事情 只有是和不是两种可能 不会有第三种 那 那 你就不能跟谁说句话呀 就一句话的事啊 双雪呀 你们给了我一个两难的选择呀 啊 我要是干涉了 那就违反了我的原则 我没脸再干这个政法委书记了 我甚至在检察院都没脸干下去了 我要是不干涉 张一伟就有可能被毁呀 即使不被法律毁 也会被舆论毁 如果舆论来了 那么 我这个政法委书记 还是没脸再干下去了 你说你已是惯的这个宝贝儿子 给我惹了一个什么样的祸呀 你 你整天念叨着正义正义的 你儿子不需要正义吗 这要是有什么人故意设计了什么仙人跳 你也不管吗 你有证据吗 啊 你不会是想强行抹黑一个清白的姑娘 把这件事情包装成一个仙人跳吧 我有吗 我有让你做这种事吗 我告诉你这说去 我张友诚围观一辈子 自认为没有一件事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的 你休想逼我这么做 你休想逼我这么做 检查院的职责 从下一期开始啊 我将向大家介绍 刑事执行检查的工作内容 从二零一五年开始 沿用了三十余年的监索检查一词 推出了历史舞台 开始正式使用刑事执行检查这一称谓 可我最常被问的就是啊 你们检查院还有这么个部门啊 那具体刑事检查是做什么的呢 咱们下期熊检威武再见 对 好好好 你先坐 这么晚还直播啊兄哥 我可不就得利用业余时间吧 你有我那么闲哪 虽然不好意思啊 你说这 这大老远的把你从国外拽回来 十几个小时飞累了吧 没事 兄哥 帮我放下这个 这个可是重中之重啊 非常重要 你坐坐 快过去 熊哥 咱们说正事吧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本来是我约你谈事 还逼着你撒谎去说来见罗欣然呢 熊哥 您已经给我一罗欣然了 我为您做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 你罗欣然是你靠自己本事追上去的 跟朋友有什么关系啊 是是是 熊哥那人到了 说正事 这么急把你抢回来 想必你也能猜到这 这事情的级别了 有预感 也做好了准备 您说我全力以赴 好 嗯 英伟 你跟妈说实话 你到底有没有强行发生关系啊 孩子你别傻了 孩子你别傻了 这是大事 你啊 真的不能再给她出难题了 她现在处在旅行的关键阶段 你要出点事她就完了 妈 您到底是想跟我聊点什么呀 不是说我的事吗 怎么又扯了张淑静儿去了 既然是她前途的问题 那让她自己去解决 跟我没关系 你傻不傻呀 不管你跟你爸的关系如何 咱们三个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是啊 她对你的关心是不够 但是你想一想 你现在所得到的一切 你敢说 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我讨厌这种东西 就即便是我张一伟 自己奋斗 也绝对不会比现在差 是 但你还是既得利益者 对吧 你再怎么隐藏身份 在商务合作的层面 人们还是会考虑你的真实身份 没用的 儿子啊 你怎么躲都躲不掉 张友诚这三个字 张友诚 张书记啊 对我是有知意之恩的 但是现在她的儿子张一伟出事了 那张书记的夫人郑双雪 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 她知道我这人脉比较广 想让我给你介绍一位优秀的律师 海平市最好的律师在这儿呢 就包在我身上 行 那多多也不说了 咱们就说重点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 相间案的认定问题 明白 来 您说案情 乔小姐的公寓里 没有第三方 也没有视频录像 那最关键的 就是任正 任正 任正 任正相比较书正跟乌正 那是最不可信的 那就各自表述呗 妈 您 您可以有你自己的表述啊 您是想让我编一故事 妈 您让我撒谎啊 谁让你撒谎了 行 那就让那个乔小姐去撒谎 说你强奸了她 那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啊 干吗呀 非要把自己 推到这个被动的位置呢 被动不被动 我不管 我您还不知道吗 我从来都不撒谎啊 妈 儿子啊 没有人让你撒谎 你只要如实地说出当时的情况 如实地 爸 爸 来 好好的 爸 我跟我妈 研究了一下 就这事儿 除了是跟否之外 过去 还有第三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 这不会是你们两个人 自己杜撰的吧 你看 你看妈 我说什么来着 我就是这龙子唱戏 下单无数白费劲 我的话 人家压根就不仰静 你 你们说 哎哎哎 一伟 一伟 干什么你啊 什么时候呢 老张 你以伟是你儿子 他是不是你儿子 除了这么大的事 你听一耳朵 你都不愿意听吗 咱们国家不是讲究 无罪推定吗 难道你在你儿子身上 就非要弄一个什么 有罪推定吗 我可以听 但问题是你们已经不信任我了 我现在也只能是听一听 至于怎么判断你们这件事情 到时候 我会请专人过来评判的 你看行不行 行 行 当然行了 一伟 一伟 赶快 给你爸爸好好说说 当时的情况 啊 怎么说呀 你屁 你两个说 听个话啊 乖乖乖 乖乖 快来 快来 不是 妈 您就出去吧 这事您就别听了 妈妈 不死儿子 我生都生下来你了 就你那点破事 说 我说 事前啊 一切都正常 是这个女方 主动邀请男方到她家去 反正这之前 所有事情都没问题 问题就出在 事情的进行当中 女方突然说了一句 你会和我结婚吗 完了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熊哥这事不好办了 这张一伟啊 就是家庭出身太好了 要不就是太直男了 一点都不懂女性的心理 这个乔小姐啊 其实人家啊 也不一定真的想结婚 只是在过程中 她想得到男方的一种承诺 只是在过程中 她想听到一句善意的谎言 比如说那句 那句英文的我愿意 看起来像是同意了 但这并不代表 法律意义上的合同约定 只是双方调情的一种配合 我明白了 我就明白 罗欣然怎么就会被你给俘虏了 熊哥 熊哥别说我 咱俱说案情啊 是 说这么说啊 就是女方在听到 张一伟说你开什么玩笑之后 也不高兴了 所以她就说 你走吧 我不想这样 但张一伟并没有马上停止 熊哥 我 实话啊 这个 是前所未有的案例 现在至少现在 我没办法告诉你答案 您这样 您给我点时间 我回去想一想 我给你个答复 好吧 但是熊哥 我得先去见欣然了 花快蔫了 他要知道我先来找你 也没去看他 我死定了 好 反正这个事啊 我也差不多讲清楚了 你先总弄总弄 好 但这事一定要保密 张书记那人特别清廉 这清廉的都有点令人发指 在他们家出现这种事 他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进行干涉 而且他肯定是置身事外 公事公办 你不能让他知道 咱们还秘密地 帮张义伟她想办法 张书记该做什么做什么 所有的事情呢 交给我们来做 对 再强调一下啊 在事情没冰冷之前 你不能跟任何人说 包括你的合伙人 包括 我信任你 职业道德您放心 是那种 对了 对了 没报仇 没有 熊哥 这不是报仇的事 您能想到我 给我这个机会 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走了 就把梅里头 在东方的炸製 后面子 来自负心 只可以起来 同时 再发一下 舀歇 不久 明天 中国人 对 谁啊 老温 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 你不是刚刚还骗我在意大利的吗 对 我 我还没看呢 什么破审美 我 想你了 我特意从意大利打飞机回来的 而且在协城订的票 这趟特便宜 我说你什么小心眼啊 学历史学的什么事都算计 什么都算计收益和成本呢 这个航班便宜不重要 重要的是熊绍峰升官之后 检察室给我老婆一手折天 权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你习惯我知道 不到一点肯定不睡觉啊 我这时间回来 你懂啊 你想多了 我们这儿出了件大事 监狱干净把服刑人员胳膊给打折了 所以晚上呢 我要加班 是吗 那你那服刑人员 家庭条件怎么样啊 他要是愿意的话 可以聘请我当他律师啊 我说你有病吧 你到底是来看女朋友 他是来拉生意的 我还看女朋友啊 你是不是喝酒了 你没开车吧 小事别说了 没有小事 老陈他们在意大利 赢了一大官司 给律所呢 抓了两百多案刀 我高兴喝一点 没事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这样要进看守所的 况且你以为你是我吗 我喝两千白的 我一点事没有 你喝二两你就倒下了 你能跟我比吗 我 这酒量我肯定是跟你比不了啊 但我是谁啊 我说海平是最牛的律师 怎么着 欺负我不懂法 你知法犯法 最佳一等 老婆 我那车就停机场了 出了机场 我上高速了 下了高速我到你们单位了 我不可能遇到交警的 我短 你不要 你别在这儿 有侥惜心理 我跟你讲 你这是钻法律的空子 你迟早一天 你现在要出事的 你的律所也得出事 陆新燃同志 我坐了十一个小孩的飞机 我奔袭了一万多公里 然后你在这儿跟我上纲上线 我为什么呀 我不就想你吗 我最讨厌你这种 拿法律开玩笑的人 你尊重你的职业吗 你尊重我的职业吗 我跟你说 你这样 就 就 就得重罚 认不认 认 你说话不敢不认 我行 天天就知道 忽悠忽悠忽悠 忽悠来忽悠去忽悠来忽悠去 这样的事从来都不说 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求婚 我跪 我先跪一下 我借着后果 请问 跪着跪着跪着吧 就当罚你 行 我呢 去加班 你就在这儿跪着醒酒 好吗 好 我烦醒 就是民态决定了 不应换奖 刚说的话要认啊 哦 认认认